7月盛夏,气温攀上40度,朱文荣正带领着宁波大学的几名学生在象山黄碧奥渔村的海域上做抗高温海藻育种的实验。 他的前半生与海藻紧密相连,留学日本攻读的就是这方面的学科,而放弃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回国创业,也是因为这里蕴藏着商机。 朱文荣专注的是一种名为虎苔的海藻,宁波人大多叫它苔条,在日本却摇身一变,成了奢侈的调味料。 一公斤虎苔粉可以卖到750元人民币。 2008年,朱文荣在象山成立公司,从事海藻养殖、加工、出口及产品开发。 主要的还是以老百姓的采纳为主,根本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养殖的, 就是也是跟老百姓合作,我们提供苗种,他们一样。 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虎苔生产企业,生产的虎苔占国内四分之三,日本三分之一以上市场份额,带动一百多户农户,人均年增收五万元。 比如说一张桌子,四个脚是平的,它的桌子是平的,但是忽然一个脚的很长, 这个桌子拿不平的,你怎么办,直接把你的脚切断,分开它们,那桌子才能更高一点,更平一点, 那这个才能做得好一点,所以还是慢慢地摸索打磨嘛。 如果说,最开始吸引它来到农村的是海藻,但最后让它扎根于此的, 却是乡野田园的蓬勃生机和绵长情怀。 依托于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土地, 它打造出了乡村田园综合体,里海和塘,与民宿安兰别院,深受游客的喜爱。 同时,它注重通过项目有效对接当地农业产业,把观赏体验与经济增收有机结合, 水稻田里养起了鱼、虾、青蟹、大白鹅,既打造高质量农副产品, 又提高了稻田的综合效益,其中稻蟹双丰收还是国内首次。 你平常的就是你卖水稻的话,你最多就能卖两千多块钱嘛, 但是我现在的话,这么多一万块钱的产值增长。 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的话,你这么多做下去以后,我觉得很有信心。 在农村待得越久,朱文荣对带动村民一起共谋支付录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在他看来,农业的未来就在新农人、农户和游客三者的和谐共赴里。 先来,农 olika事 tom。 我一定会想知道。